颜色鲜艳设计前卫 意大利精品名牌 Versace 金船即将出售 震撼时尚圈 而买主就是它 据传向收购Versace的品牌 包括坐拥LV的LB&H 拥有CK的PVH 还有Coach母公司Tapestry 连珠宝品牌Tiffany也有意入主 没想到最后 美国青蛇品牌出现 不止粉丝错愕 连时尚编辑也傻眼 Versace 是非常贵的 它是最高的 美国青蛇品牌 它是四倍的 美国青蛇品牌 为Versace的手袋 我感觉 像美国青蛇品牌 Versace 非常贵的 美国青蛇品牌 Versace不久前 才在米兰时尚周 风光走秀 现在传出将被并购 专家指出 Versace 可能想建立新基础 让意大利家族事业 迈向国际化 维固历史创办人 吉安尼·凡塞斯 1978年跟家人一起创立品牌 设计风格 以皮革摇滚文明 连戴妃 马丹娜 都是头号粉丝 然而1997年 吉安尼在自家豪宅门口 惨遭强杀身亡 我去家里哭 但在房间中 因为我必须失去 那一刻我失去我的兄弟 吉安尼的妹妹扛起创意总监 重责大任 带领品牌持续扩张 在精品圈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如今Versace准备嫁给 Michael Kors 未来风格如何转变 时尚界拭目以待 小练新闻综合不导